美轮国中九年级毕业生拔河队长蒋又博 尽管有先天的身体缺陷 却依然努力练习平衡与抓握等训练 除了照顾队员也携手拔河队 博德佳基 称为拔河队坚强后盾 精神与勇气荣获学校总统教育奖肯定 并将在九月前往南投就读 继续朝拔河国手之路迈进 今年美轮国中九年级毕业生蒋又博 因缘忌讳下接触到拔河运动 先天的身体缺陷 右手手指只有半截 左手也只有四只手指 再加上右脚没有脚趾 面对要以体重手脚肌耐力为主的拔河运动 都很吃力 但也在这当中发现团队一新的归属感 喜欢上拔河 从此一头栽进苦练 一开始第一个刻法就是我抓不太住绳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的脚穿一般的鞋子很难出力 对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跟正常人 正常人很容易做到的动作 我没有那么容易做到 对就是我在英哥就是练了半年的基本功 就是一直练一直练 然后都是练同样的东西 然后还是练不好 然后后来是搬家来到美人 然后经过这边的教练 就是调整 然后又去帮我筹资源 然后让我就是比较适合我的装备 然后才有现在的我 一开始吧练习的时候 就是绳子就会 就是不自觉的就会离开我的手 然后虽然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出力了 所以我就是要自己 就要自己一直加强握力跟自己的力量 然后 就是要一直加强 然后也要花比别人多一点的时间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教练吧 还有我的队友 然后还有我爸 因为他们都很支持我这项运动 然后也很努力地帮我 尤其是教练 他花了蛮多时间去帮我筹资源跟训练 然后我的队友是让我一直在这运动走下去的动力 我特别感谢这些人 我未来去南投高中 我去那边我最想要做的是 我希望我去那边之后 我可以当上国手 或者是我最想我的梦想之一 就是我想要 未来可以代表台湾出去比赛 就是希望 如果有人可以看到我的故事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人 就是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都不要放弃 然后找一群 跟自己可以跟自己一起 拼梦想的好队友 然后会让你更容易坚持下去 一路看着友伯成长的美轮国中拔河队教练林哲隆表示 一开始接触到友伯其实相当担心 那也从当中看见友伯的决心 刚接触到友伯这个小朋友的时候 一开始来我也是吓一跳 因为他的状况 手跟脚的状况 其实讲真的不适合在运动场上 可是他有这个心想要在这个地方发展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帮他解决 我们后面练习过程当中已经调整过很多次他的脚的问题 后来是没办法解决 后来是请了厂商特别帮他订做一双特制的鞋子 后来才改善了他在脚方面的问题 他的训练的东西其实有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啦 我会特别加强比如说那另外一只脚是整个是有状况的那只脚 可能会做特别的加强 因为两只脚平均是完全不平均的状况之下 希望友伯到南投高中之后可以朝着国手的方向前进 如果真的选上国手了那真的就是他这辈子 这辈子的骄傲就是这一次 继续追逐拔河梦 张友伯将离开家乡和许多同学前往南投注度高中 朝国手之路迈进 友伯知道未来依然艰难 但他希望用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人面对困境不要轻易放弃 然后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勇敢追猛 借着蒋邦彦华联士报导 谢谢大家